1453年的两个重大地缘事件 极大加速了欧洲历史演进的进程 改变世界面貌的超级地缘事件 地理大发现正是由此而来 千年未见之变局 摆在长期战乱满目创意的英国面前 公元1453年对于华夏大帝来说 不是什么重要年份 四年前的1449年要比这一年重要得多 那一年发生了土木宝之变 成为明帝国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然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 1453年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之所以这一年如此让人铭记 是因为有两件大事发生 局势坦丁堡的陷落和引发百年战争的落幕 这两大事件掀开了近代欧洲地缘政治的新纪元 局势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 普世基督教世界失去了千年以来的东方屏障 信奉希腊正将的拜占庭帝国 第一次需要在东方直面穆斯林的清醒 因此 即使坦丁堡的陷落引发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强烈恐慌 基督教世界上一次如此规模的恐慌 还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公元410年 西罗马帝国首都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 被西哥特人攻陷 古罗马帝国在西方文化中被看作正统 相当于中国古代类史中的天命 在东方天命所归才能距离天下 西方则是获得罗马的道统 才有号令天下的资格 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分裂为东西罗马之后 西罗马帝国的道统在罗马城陷落500年之后 被德意志的奥托大帝所继承 他逼迫教皇将其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在名义上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但是奥托大帝是日耳曼人 跟罗马文化也没什么关系 再加上他是强行加冕 神圣罗马帝国的道统并不是众望所归 其中法兰兴是最不服气的挑战者 18世纪法国的法尔泰就评价道 既不神圣更不罗马也不是帝国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 军事坦丁堡在欧洲又被称为新罗马 一直被视为罗马道统的正统继承人 其泄露对于基督教徒们来说 相当于他们的精神支柱 上帝护佑的永恒之城最终消失 这一精神支柱再次重现人间 要等到200年后 北美的山巅之城 马萨正塞湾殖民地的建立 但最初相当一段时间 这个所谓新罗马只是北美清教徒 再次嗨 欧洲人一直将北美当作贫穷野蛮的蛮黄之地 美国真正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新罗马 要等到19世纪末 美国崛起为世界首富之后的事情了 军事坦丁堡陷落100年后 东正教的道统被俄罗斯抢了过去 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 从1547年开始自称杀谎 认为自己才是罗马以及凯撒的正统继承人 土耳其人原本居住在阿姆河流域 未经乌兹别克斯坦花辣子摩地区 在当时为花辣子摩王朝的陈属 13世纪的蒙古人戏争 消灭了花辣子摩 迫使他们迁移 由于他们与塞尔族人同属突厥语气 在塞尔族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内定居 在和拜占庭帝国相邻的 萨卡利亚河畔得到一块封地 成为塞尔族人与东罗马常年战争前线的 炮灰一组 然而正是在长年的征战中 土耳其部落逐渐强大起来 1299年苏姆苏丹国内乱 土耳其人趁势而起宣布独立 此后逐渐残食罗姆苏丹国 上演外来一名纠战雀巢的景点案例 14世纪土耳其人连续发动对外战争 不断攻城掠地 在1396年的尼科堡战役中 土耳其军队一举打败欧洲联军 将近一万名十字军被俘 除了三百名贵族骑士被巨款赎回外 其余全部几乎被杀 此后欧洲丧尸向东看的勇气 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扩张 幸好位于中亚的田木尔帝国强大起来 与奥斯曼土耳其展开争霸之战 1402年土耳其人在战争中惨败 连君主都被俘虏 此后他的四个儿子又闹分裂 国家危在旦夕 直到穆罕默德一世重整山河恢复统一 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号称 征服者的穆罕默德二世 21岁的穆罕默德二世 即位不到两年 率领20万土耳其大军 围困军军事坦丁堡 终于在1453年夏天 攻下这座 拥有得天独厚地理之士的著名京城 土耳其人自从占据了 上城耶路撒冷 就认为本方占据天下正统 攻占了军事坦丁堡 则进一步确认他们才是 罗马正统的继承人 穆罕默德二世 自称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不仅把首都迁到军事坦丁堡 先知穆罕默德所认为的世界中心 而且继承了这座城市 拥有一切欧洲和拜债庭时代的传统 从历史渊源上看 土耳其人 美国人 德国人和俄罗斯人 都自认本方才是罗马的正宗传人 并为此争斗不休 有意思的是 真正的罗马后裔意大利人 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在打酱油 从西方文化的视觉来看 以德国为首的欧盟 俄罗斯 土耳其 与美国的较量 实际可以看作 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之间 争夺罗马正统的斗争 获胜者才有万顶全球的资格 这就跟中国历史上 各方诸侯都要逐路中远 争夺天下正统的意思差不多 在当代 土耳其是罗马正统争夺战争的最弱者 但是 在15世纪则正好相反 他们是最强烈的竞争者 土耳其人当时的目标 是占领整个地中海地区 或者深入巴尔干半岛 进而挺进欧洲腹地 这样就可以实现 其占领并控制欧洲 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的野心 从而完成他们的普世使命 将安拉的教会 洒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即使坦丁宝线落 引发的恐慌 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北欧 丹麦兼挪威国王 克里斯蒂安一世认为 庞大的土耳其帝国正是圣经启示录中 描述的来自海洋的巨兽 在1498年所制作的启示录版画中 表现了基督徒迎战海洋巨兽的情景 这种版画大量运刷 作为号召欧洲人抵抗 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宣传品 欧洲人的担心很快就成为 令他们恐怖的信使 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军事坦丁宝后 再接再厉 向欧洲方向展开一系列征服行动 1459年屯并塞尔维亚 1463年征服波斯尼亚 1479年屯并阿尔巴尼亚 使金仗韩国的残余 克里米亚韩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 1480年 穆罕默德二世进攻意大利 造成极大恐慌 这件事在尼克罗 马基亚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中有所反应 之所以这里提一下 马基亚维利是因为 她是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 束缚的欧洲政治思想家 为政治学和法学 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 是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在她的作品扫盲之下 欧洲再也不会出现 如英国亨利三世这种 脑子被忽悠瘸了的逗逼国王 至少都是智商正常的人 解读历史也轻松愉快了许多 因为正常人想要理解奇葩的思维 是相当困难的 在莫赫莫德二世之后 自称王中之王的苏兰曼大帝 掀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浪潮 在15世纪中叶之后 抵御穆斯林的进攻 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 不得不面对的 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不过由于欧洲内部还是一团散伤 穆斯林进攻的压力 主要由神圣罗马帝国来承受 谁叫神圣罗马帝国 自称罗马正统呢 而且地理位置 又跟奥斯曼帝国紧挨着 你不扛谁扛 德国与土耳其之间欲说还凶 暧昧不明的关系从此拉开了帷幕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 还有一个关键影响 欧洲与东方世界的传统贸易路线 一带一路 被土耳其人独家垄断了 欧洲参与东西方贸易 有三个关键口岸 南路是连接地中海航线的埃及 中路是以色列以及叙利亚 北路就是连接黑海航线的军事坦丁堡 现在三条线全在土耳其人手里 他们垄断贸易线路之后 将东方运来的货物 加价十倍卖到欧洲 这是把欧洲人当冤大头宰的节奏呀 说起一带一路 欧洲人民可谓是一把心酸泪 自从阿拉伯帝国在公元七世纪崛起以来 绝大部分时间里 这些贸易线路都被穆斯林把持着大转奇才 亚历山大阿勒扑与大马士革等贸易路线枢纽城市 就是当时的铁幕 欧洲人就是被关在铁幕中的囚徒 其中大部分人都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更不知道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个神秘富饶的帝国 当时的穆斯林最鄙视的就是粗俗 蠢笨 肮脏 野蛮的西欧人 不过那时候还有至少算半个教友的败债停替国 控制着黑海的线路 与穆斯林控制的路线形成竞争关系 因此土耳其人的前辈们 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虽然也一直把欧洲人当肥养 但是他们还懂得合计生财的道理 家家没那么夸张 在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 当成吉斯汗家族的蒙古帝国极盛时 路斯林也被摧残得七魂八素 铁幕打开 露出东方完美的一丝亮光 以马可布鲁为代表的欧洲人才 与东方取得联系 在此之前 基督教会宣传的东方不是空无人烟 就是说住的都是野兽和妖魔 在一般基督徒心目中 和妖魔打家道是堕落的灵魂 才会干得勾当 唯恐避之不及 这种宣传方式倒是跟当今世界的朝鲜意去同工 如果一直笃信自己是离上帝最近的民族的欧洲民众 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真相 发现自己才是最贫穷落后的屌丝 教会的统治就会受到极大冲击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 作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欧洲人 他告诉同胞们 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蒙古大韩并不可怕 他还很希望直接和欧洲贸易 更为重要的是 在遥远的东方 有一个辉煌的帝国 拥有远远在欧洲之上的文明 马可波罗说 曾经作为南宋首都的大都市杭州 有十个庞大市集 房屋160万栋 工厂14万4千家 这规模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 稳所未稳 欧洲人视胡椒为奢侈品 甚至将其代替金银作为货币 但是马可波罗却说 杭州人每天消耗胡椒 4740公斤 这个富裕程度 简直让欧洲人无法想象 另外 他说城内石桥 有一万两千座之多 桥下都可同大船 金融中心威尼斯 作为欧洲最繁华的都市 与之一笔 简直就是粗笔不堪的农村 威尼斯人 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 马可波罗还说 东方人用轻巧的纸币来做货币 铁匠齐劳碌说 他打死也不行 大家卖命工作都为了同币或隐蔽 给招致谁敢收呢 马可波罗说的这些话 远远超出欧洲人的认知 威尼斯和巴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 人口在当时也就十万人而已 想象 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对于欧洲人的大脑来说 内存已经不够用了 并且 马可波罗的话 与教会所说的话大相径庆 因此 他被欧洲人当作胡言乱语的疯子 得了百万谎言的人的称号 但是马可波罗办了一个东方博览会 其中的展示品 有来自东方的象牙艺术品 玉器 瓷器 丝绸 以及纸币等 货真价实 同所无欺 绝无仿貌 不由的人不信 因此消息很快传开 并先进宫洞 马可波罗告诉威尼斯人 任何人只要愿意付出代价 即冒险到遥远的东方 便可从黄金 珠宝 丝绸和销料浪语中 获得丰厚的利润 很多当地人确实对东方感到好奇 或有了致富的梦想 船夫佩拉林 虽不识字 没读过游记 不过他听说 故事听到他心仰 如果我还是十几岁的小伙子 我一定到东方去碰碰运气 马可波罗将自己的见闻写在 《马可波罗游记》里 1295年 问世后 被大量翻译出版 成为中世纪最畅销 影响欧洲人最大的游记著作 他的游记给欧洲人开了一扇窗 让他得以窥见 重重铁幕外面的 文明世界 客观地说 马可波罗游记 对于中国富裕文明程度 是大大夸张了 不过这种夸张非常好理解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 某些出国的知识分子 欺负国内民众不了解外国情况 写了很多国外的游记禁文 也是把外国夸得跟人间天堂似的 有人将这些段子总结如下 美国霸气小护照 德国良心下水道 全民医疗索马里 俄国白送防疫套 不搞世袭新加坡 恒河圣水有疗效 喜迎民主 伊拉克 埃及抗疫 不挨炮 舌尖英国很美妙 希腊全民 劫勤劳 相对于这些人写的国外建文来说 马可波罗的夸张 已经算是很有良心了 尽管内容十分夸张 但是 马可波罗游记 给欧洲人心灵的冲击 是巨大的 让他们认识到天外有天 产生探寻外面 未知世界的强烈想法 在马可波罗之前 威尼斯商人认为他们是地中海 甚至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最富裕的城邦 而基督教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文明中心 除此之外 都是蛮荒一片 马可波罗的邮寄激发了欧洲人 关于东方财富的五种想象 欧洲人随后更加积极进行与东方的接触 品尝到了掌握贸易线路的好处 除了意大利的热纳亚 威尼斯 佛罗伦萨等城市经济迅速崛起之外 欧洲各地也普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经济的繁荣 也造成人们思想的活跃 但是 这一切的美好时光 随着金氏坦丁堡的线路 终于到了尽头 如果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识过 东西方贸易的巨大利润也就罢了 十随之位后又被剥夺 那还不及的抓心脑杆啊 俗话说 党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欧洲人最直接的想法 当然是杀了这些天杀的异教徒 可是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正是如日中天 能防守住不被打过来就感谢上帝了 杀过去 还是算了吧 被教会忽悠两句 就热血沸腾去东方送死的脑残 已经在持续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中 死绝了 还是另想办法吧 此来想去 唯一现实的考虑 就是从大西洋开辟连同东方的行航线 大逼意大利人 带着从东方引进并改良的火炮 和从穆斯林那里投尸的航海技术 蜂拥而至欧洲最西端的伊比利亚半岛 因为这里离大西洋最近 一场意义深远的技术革命 在伊比利亚半岛那些 看起了毫不起眼的攻防船物中酝酿 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 将从此改变